其实你知道1999年美国伙同北约其他的欧洲国家 来轰炸塞尔维亚绝对是非法的 因为你的北约的使命 如果原来是在防范苏联的扩张的话 那现在苏联根本就已经解体了 北约的这个势力范围就不应当扩张到东欧来的 所以绝对是非法的